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动方面或将匹配六速自动以及全新的九速自动变速箱 并有望在2017年4月开幕的上海车展正式亮相 雪佛兰官方近日正式发布了全新克鲁兹两箱版车型的类似官图 其整体设计与三箱版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采用了全黑配色 并且加入了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 据信新车将搭载1.5升和1.4T两款发动机 并会在2017年上半年正式上市销售 今天 北京现代全新锐动正式下线 新车前连使用了现代最新的家属式设计元素 六边形前进去隔山尺寸较大 视觉效果大气稳重 前大灯组造型简洁锐利 保险杠两侧雾灯的区域更加别致 据信全新跃动定位于入门及紧凑型车型 未来其将与福特 福瑞斯 雪佛兰克沃兹等车型展开竞争 最快将在今年3月中下旬正式上市销售 日前 陆峰官方正式宣布了新款XC测型的正式上市 新车在外观上与现款测型基本保持一致 变化主要集中在配置方面的调整 在动力方面 新车搭载一台来自省牙航天三菱的3.0T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190马力 传统方面与发动机匹配的是八速手制一体变速箱 这也是国内首款自主知识产权的八速自动变速箱 在价格方面 新车售价区间仍定在12.98至14.78万元 话说你愿意花个几十万买个小路虎吗 好了 以上就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也别忘了观众们的微博 微角汽车获取最新的消息 汽车之据 维姐宝宝 我们明天再见咯